这是一个充满风情有伴随悲情的古巴往事 环球骑行到达古巴 遇见多彩的风情相遇有趣的灵魂 大家好,我是朱祖文 在哈瓦那大学门口 偶然遇见未曾谋面 但是联系多年的驴里大姐 她非得邀请我到家里做客 顺便认识她的弟弟毛俊杰 她弟弟听了我的环球骑行的经历 乐血沸腾 来哈瓦那还有 起课吃饭 这啥?火锅 烤鱼 吃饭烤鱼 吃饭烤鱼 好香 哇 你是不是在带团啊? 你是不是在带团啊? 带团咯 坚持 她往那里做什么?古巴的水果 绵绵的好甜 看见头冰过来看看 小猫 你这个鱼层在哪儿买的呀? 有点树子 我收到这个鱼收拾了之后 这是鱼 我们上次去钓鱼 这个鱼香 我们钓了一箱 好 哇 钓的时候 那是鱼层的花 不是那是鱼层的 我说两个鱼层的 我问他花三个鱼层 才把鱼层给收拾 嗯 我不认得去了啊 嗯 哈瓦了 中国餐好爽啊 有缘万里白相会 来 我说 我说 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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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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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这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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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对 好 对 对 好吧 小拍 非常 好 直到我给自行车打包行李 准备离开古巴 俊杰一直陪伴着 或许他也想吸收不一样的磁场 毕竟很多人心底 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只是能迈出那一步的人 少之又少 再见 离开风情满满的古巴 离开哈瓦那 现在马上要登机了 再见古巴 有的相遇便是永别 半年后的2019年9月 俊杰在带团途中得了登格勒 误以为是感冒 没有及时救治 等发现时维持已晚 在古巴永远的离去 愿他天堂安好 依然还可以遨游世界